大家好,我是莎西 我这块虾坛以前也栽了很多伊勒藻 但是夏天不知道怎么回事都死掉了 可能被浮瘦罗吃掉啊 还有就是夏天天太热了 它浮上来了 然后我就问过一期老师傅 他说只要伊勒藻这样浮上来死掉之后 就不会再长出来了 所以我就把它给塞坛了 塞了两个月 面缝就干了有这么宽 但是前几天我就在看见里面 伊勒藻又起死回生了 所以今天我就再来看看 有没有长得再多一点 去看一下 朋友们看到吗 有条鱼 又给我钓来了 朋友们 这么大条鱼 知道怎么来的吗 刚刚是我怎么也没想明白 但是后来我经常发现了 我就注意到了 真的太奇葩了 你们可能永远也想不到 这条鱼再怎么说也有半斤吧 四两左右 它怎么来的 白鹤 看到没有 上面都有三横 那个白鹤 它把鱼叼来 它往你的田里呢 是不是很奇葩 我看到我好多次了 已经就是在岸上我们的那个田冰山 有的时候小一点的 有的时候反正大的就这么大 你们有没有遇到这么奇葩的事情 难怪说以前我台里面没有鱼 怎么老是来鱼 这么大 来看看遇到早长出来没有 上次我就在这里发现了 朋友们 看到没 但是还比较少 但是它至少也长出来了 不是说是吧 现在师傅说的都会死掉 来 我这个谈水又起来 来 这不遇了早吗 它就这样也长出来了 看来 每个地方不一样 它还是真的不一样了 问了好多师傅 他就说遇了早不会长出来了 你看 来 这 这不遇了早吗 不知道朋友们 有没有遇到个这么奇葩的事了 这么大的鱼白发都被雕着动 这个感觉很奇怪 你来啦 好的朋友们 这次视频就到这里 我先来说 我也要